我們今天講的是建立與神一個極親密的關係 以及強烈的世明恩高和能力 這個主題是講三次的 即是在一個不同的角度去講到 與神有很親密的關係 希望大家都持續上和應用出來 最重要是應用出來 是全心全意的學習 第一個大點就是人有很多的需要 是唯有神能夠完全滿足我們的需求 我想說什麼呢 因為人經常都是有婚姻、有錢、有前途 即是很想在世上追求不同的東西、有朋友 這些都是人的需求 但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想到這些東西是神給的 神是會幫助我們 神給我們不是代表我們不用做功 神是給我們 給我們有跟從神 自然整個生命會蒙福的 但很多人就會用神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法去尋求這些東西 結果反而得不到 但當人很親近神的時候 又遵從神 又做好他應該做的責任的時候 他是真的在這些事上蒙福的 所以我自己有個心意就是說 如果這樣 我就相信神一定凡事祝福 我就時時看祂的恩典 全心全意走祂的路 所以這一點是回應很多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很擔心自己的生命 我這裡講到這個跟神的關係 即是說 心信神會滿足我一切的需要 在凡所有的需要上 不會幫助我們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不過我這次講的是一個新的角度 就是這個馬斯洛 他講到人類的需要的五個層次的理論 講到第一個層次就是生理的需要 即是醫生需要的東西 上一層就是 這個最基本的 跟著一層就是環境的安全 明天就沒有工作 將來這個社會會怎樣 會不會安定 家庭會不會安定 然後跟著就是被愛 我是不是有人愛我 我是不是有歸屬感 即是人的確是有這些需要 然後再上一層就是被尊重 被人尊重 而我自己也尊重我自己 我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就是這個看法 然後再 最高一層就是自我實現 即是整個生命的發揮 如果能不能發揮出來 那人的需要 通常都在這五個範圍裏面 譬如基督徒 我們很想發揮生命 都是第五個層次的 就是 不過問題是 你發揮是為了自己 為了神的緣故 即是如果為了自己 就是我想實現 我想自己成為偉大的 即是我想成為偉大的人 如果我想是神的心意成就 都是一個理想來的 即是實現一個理想 好了 生理需要 衣食住 睡眠 那樣東西 一切需要的 下面有兩個圖 是不是基督徒很多時候會擔心 哎呀失業了 慘了 沒有錢怎麼辦呢 這句話很多人都聽過 有錢不是萬能 不過沒有錢呢 就萬事皆能 或者萬萬不能 即是錢是很實際 所以就算基督徒 都很擔心錢 都 寫下 沒有錢怎麼辦呢 沒有工作怎麼辦呢 這個基本的需要 聖經裡面 就講到馬太六章八節 因為你們一起讀 有經文就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而思 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的父祖已知道你 提前六章八節 只要有衣就食 就當之足 即是說 我們需要的 神已經知道 和我們先求神的 國同的義 一切會加給我們的 神是會祝福我們的 那 有些人說 那是否基督徒一定這樣 經濟 為何有些基督徒經濟不好呢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人管理好他的生命 在神裡面 他有平安喜樂 他跟從神 他學習處理生命 整個人有平安喜樂 自然他和人關係會好 他找工作會容易 雖然他未必是找到最好的 但當他越做得好的時候 他真的得到他主人的恩寵 周圍的人的恩寵 那我們都一樣可以的 即是當我們走神的路 而神會特別為你供應你的 所以 世人就會擔心有沒有錢 那基督徒應該就不要擔心 但是基督徒依然很多擔心 所以很難得到釋放 很難世人充滿 而且你越相信神的恩寵 越走神的恩寵 我這次說到就是 跟神有親密關係 跟著聖靈的恩寵 什麼意思呢 聖靈的充滿就是 當基督徒經常擔心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無力了 而基督徒說 我整個生命給神呢 時時都深信神的恩典 時時都將整個生命 放在神的手裏面 神啊 我走上你的路 我整個生命是你的了 當他走上神的路的時候 神就會將福氣帶給我們 其實我們跟神親密關係 很重要就是 跟著神 我走上神的路 我遵從神一切的吩咐 這個就是最主要 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才能夠跟神有這個心的關係 所以在這五個需要的層次 到底我們是從神有滿足 還是倚靠人呢 下一個就是環境的安全 就是生命健康 工作家庭財富道德的穩定 就是這個社會有沒有道德呢 譬如有時候的社會 是 罪人又釋放 異人又被人誤告 道德不穩定 就是人都希望有道德的穩定 這個有個圖 死下前年怎麼樣呢 很多人對於前路很忙 不知道怎麼辦 走上去怎麼樣呢 去到什麼路呢 就是很多人會擔心這件事 但是神是會祝福的 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在一個時期 因為我要 就是我在那個地方 我當時不是在香港 是很困難 發覺呢 在那個情況 當時我已經是四年充滿 但是呢 是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適合的事奉 而我去開一個工作 也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在那時候呢 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我都在想神 會怎樣呢 但是神又提醒我 我一定會供應你的 那那個供應是困難的 是每一年 不知道下一年是怎樣的 我還記得我自己跟自己說 我到下年這個時候 我就知道下年 我已經是怎樣 就是我現在未知道 到那時候 我就知道怎樣了 但是我還是堅持 神一定幫我的 就是我時時在我裡面 我告訴自己 神幫我 神一定為我開路 但是很多基督徒在這件事上 就不能夠全心 相信神的一念 你全信了 但是呢 還有你把生命 擺在神的手裡 就是說 不是一定你過愛傳道 但是你 在你的工作上 你混淆神 在周圍的人 都被人知道 神的恩典 這就是走神的路 這樣的時候 你就整個生命 給神 其實做基督徒 一個方法 你又有力量 又開心 就是怎樣 走完這條路 你不要走一半 你走一半 你又不開心 又沒有力量 又發揮不到 又有神的內教 當你走完的時候 你有神的祝福 還有你有力量 你有整個生命發揮 OK 詩篇184 5篇20節 也說 保護一切愛他的人 神會保護祝福我們 詩篇16篇16節 用神量給我們的地界 再落在皆滅之處 我們的產業實在美好 即神量給我們的地界 落在皆滅之處 當我們聽神的話 神就將一切賜給我們的 聖經有講到 神給普通人的祝福 但有講到 給先頭的國同主義 的人的祝福 好了 避愛和有歸屬感 這件事是很難捐到的 譬如年輕人 年輕女兒 周時都有 需要避愛 於是會放棄信仰 於是會在信仰上讓步 和非基督徒結婚 或者和一些很有問題的基督徒結婚 總之有得娶 就好過沒有得結婚 這種心態 即是很想被愛 或者很孤單 很孤單感 沒有安全感 但我們在神裡面怎樣 即是當你真是有 神給你的平安 喜樂 有愛心的時候 你自然有多朋友 神都會給你有 很好的支持的系統 你聽神的話 神一天上死了 你是結婚一天單身 那你就死了 如果神一天我單身 那我就真的不行 不知道怎麼辦 你接受單身 其實是可以開心的 不是一定 即是有些人就認為 那些什麼 老姑婆就會變態 即是有些人這樣說 即是有些人就說 即是有些人就說 即是很大年紀都不結婚 那些人就會心理變態 這個是他不接受到 即是真的有些人 即是真的有心理變態 但如果他接受的時候 他開心 他單身 他會有更多自由 以賽書寫六章四節 直到你們發白 我仍不遺差 但我以造作也必補抱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即是神從我們小時候開始 就補抱我們 一路祝福我們 一路愛我們 但有些人說 神的愛看不到 摸不到 人的愛拿到 你約他聊天 有回應 的嘛 的確人是有回應 不過人也有不好的回應 但是人的愛很有限度 人也會分手 人的愛也會分手 但是神的愛是永不分手 以及神會給你須用的一切 即是因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決意是跟從神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我根本是想著不結婚的 那時候想著就是 拿著那個行李 就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宣教 住在一個地方不用那麼多錢 即是如果飛來飛去就要多錢 就是在那裏幫我一輪 幫我一段時間又去另一個地方 即是我初頭是這樣想著的 我是沒有想著結婚的 但是神為我預備 是很多的名證 給我們兩個人都有很特別的名證 是知道是神的安排 而我現在越來越發覺是神的安排 因為他真的 第一他對我很大的愛 還有他有很多智慧 即是很多東西分析 給我是很大的幫助 不是我要回來 但是神會給我們 還有我們祝福人 你自然有好的朋友 我在網上 周時有些人找我們 是真的有些情緒問題 甚至精神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人有這些問題 就是他沒有在神裡面得到醫治 沒有得到釋放 所以他人很不開心 然後跟著這個自我形象 又需要第四個層次 就是被尊重自我形象 這裏的字 我不知道你們看得到 為什麼我學習不像別人這樣 為什麼我這麼差 為什麼我這麼多 這個應該是這麼黑 為什麼我這麼黑 為什麼我這麼黑 我不知道是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差 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我藥都這麼差 其實所有在人裡面的問題 神都是可以滿足到 神可以被人 真的身份被提升 我告訴大家 我年輕的時候 我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我小時候是不懂得笑的 我又發惡夢的 又夢遊的 因為家裡吵架打 是這樣的情況 我中學的時期 就是有幾個朋友在中學裡面 我主要是幾個朋友 但我不是好像現在 這麼有信心做很多事情 這些都是神給我整個人改變了 能夠祝福這麼多人 我性格不是他吃這麼多人 但是神給我現在 去衝破這些困難 以至我在很多東西被提升 並一整天提升人 以前我完全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被提升 又去提升別人 我們的身份又去提升 我們一起讀詩篇139篇16節 我未承認體質 你的眼祖而云見了 你鎖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一天 你都寫了你的賊償 神已經把你的生命寫了賊償 你跟隔壁都說 神已經把你的生命寫了天上的賊償 天上的賊償 神寫的是什麼呢 你會不會說他又失敗又考試又不行 又蠢又沒用 不會的 他寫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的生命是這樣的 因為聖經在羅漫書12章1-2講到 不是你自然進入神的計劃 是怎樣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沒有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實先察驗分辨到神的善良純存可欺慰的旨言 察驗都才開始進入 即是你要毀身聽神的話 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被神改變 你才能進入神的計劃 即是個個都有個好計劃 不過你能不能進入的問題 那你說死了 是不是很難了 不用很難的 今天開始一步步就行了 今天開始親近神 開始聽話 遵從神 看眾神 整天親近神 自然你就開始進入 一步步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當我一信耶穌整個人都改變了 第一次改變是說話 我小時候說話是斷斷斷斷的 那為什麼忽然間 一信耶穌會改變了呢 其實其中一個報道家 他都說到他都是這樣的 他一經歷聖命 他一開始分享 忽然間就釋放 就說話 說話 那我自己的情況就是怎樣 當我一信耶穌之後 然後我就很想傳 如果一傳呼聲 就馬上說話 有個能力 就是神賜給我們的 神可以幫助我們的 我們就有 因為自我形象都是自我身份被提升 你的價值 你有這個能力 比如一個人讀書又不厲害 又沒有朋友 又發脾氣 又不處理情緒 又失眠 又健康差 他會不會有成就 他會不會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是不會的 因為他根本有一個全個失敗的人 但有些人很成功都會沒有自我形象 因為他不 他只是靠人怎麼看他 譬如那些明星很厲害的時候很開心 一些人稍微沒有那麼喜歡他 他就馬上好 因為他要靠人 其實他有才幹 不過他要靠人 當那些人不是這麼捧他 他自我形象就掉了 我們都是需要建立我們的能力 最重要是建立宋神的關係 然後建立我們的能力 好了 那就是自我實現 這個圖畫就是 別理我 我是廢柴鳥 哈哈 我廢柴鳥 這些是這些話劇 是這些話劇 他擺在網上的 我真的拿出來 有些人覺得我是廢柴 我實現不了 我生命不會發揮 這樣的時候 他也不會發揮 但是 神就是 我們人是有這個需要 能夠創作有成就感 即是 這個人呢 他是一生有建樹的 有一些幫到人的 他自己發揮到的 CD91篇14節 神說 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達救他 因為他知道我都明白 我要拜他安自在高處 即是你諸心愛神 神就將你放在高處 那你說現在我很低 不要緊 你一步步提升 一天提升一些 自然就會提升上去 就不再是廢柴了 就是整個全人 由基本的需要 到最低層次的 最基本的需要就是 生理的需要 神會供應 然後呢 環境的安全 神又會給我們供應 我們的環境 我們會在神裡面被愛 以及歸屬 在神裡面 以及自我形象提升 自我形象提升 不是好像驕傲 而是 我是有價值的 也都是在人的生命中 有工作 於是就會被人尊重 然後呢 自我實現 這裏所說的就是 神有無限的能力 能夠凡事祝福我們 神是全然能夠 全世界沒有人 好像神 什麼都做到的 是吧 所以我們跟神 神去幫我們 其實是很簡單的 為何那麼多基督徒不肯呢 我就鼓勵大家 既然我們看到神 什麼都能夠祝福我們 我們就全然跟從祂了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穌華 全部都是耶穌華的 錢是誰的 是神的 財幹是誰的 是神的 神可以給你財幹 機會是誰的 是神的 其實在我以前的時候 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很受限制 有一個人 他是一個不是強的基督徒 但是他很領受到神的聲音 他跟我說 我和你祈禱 我看到你是會全世界都去 那時候我覺得很不可能 但是真的 這麼多年之後 十幾年之後 是實現的 另外 也有一次聚會 我去過聚會 那個先知的牧師 叫我出來 你出來 就告訴我 我是去全世界 我真的看到神 神是一早已經說 即當時來說 我很謙慨爭 不過覺得很遙遠 但是今天 我是看到 全世界都是神的 神什麼東西都可以給到你 你聽他的話 就給到你了 我們都想一下 神給我們的東西了 看到 真是好 即是 喜歡神 神做的東西 真是好吃的 感謝神 哈利路亞 神又凡事祝福跟從祂的人 先求祂的國 和祂的義 一切駕給你 神一定會幫我的 即這些信念 是會幫我們 去渴慕神的 笑著我 獅子還缺食引我 但是尋樣爺 什麼好處都不一切 一切神都會給我們的 阿利路亞 而是神是唯一能夠 一切的事都幫我們 將它提升 一切的事 無論你現在有的 情緒問題 健康問題 神都會幫你 我曾經有很多的關子 都在同 但是這樣就是神 現在沒有 多謝耶穌 神的恩典 這是神的祝福 所以整個生命依靠神 神就是我的一切 即是整個生命 跟上耶穌 一切 神就會祝福 然後我下一點 經過謝耶穌所說 神是滿足我們 一切需要 可以凡事祝福我們 下一點就是 如何建立這個心的關係 我希望你今個禮拜去做 做了之後回來 告訴我 情況是怎樣 裡面有些講到 如何祈禱 其實 有些我是講過的 但是我最近有些體驗 因為我去到 宣教的時候 不是經常都有聚會 有時候都很長時間 在酒店那裡祈禱 在祈禱的時候 我都去找一些 竅門 如何能夠長時間 祈禱仍然享受 因為我都想到 很多人是做不到這件事 我自己很有動力 做這件事 但不是那麼多人有 我便留意我怎樣做 到底有什麼方法呢 首先要講一下 人的愛和神的愛比較 或者是明白神的愛 因為當我們明白神的愛很大 我們便會很相信神是愛我 看重我的 你是否一直都想到 我是被愛的 神很愛我 神祝福我 神一定為我開路 神的愛是超越的 整個世界是最高最高的 人的愛會停止 會離婚 有些不離婚 但好似離婚 兩個人同床二夢 是沒有感覺的 已經沒有什麼愛 不過是因為結了婚 所以他又不想分手 但其實裡面已經沒有什麼愛 但神的愛是永不停止的 經文我們看到 和你的感覺是不同的 當你想一想 你有沒有試過朋友 本來是好朋友 忽然間一件事發生 接著不是好朋友 當你想一想的時候 你真的會很失望 但有一樣 你可以很肯定 神永遠都愛我 你真的 什麼時候神都愛我 就算我軟弱了 神都愛我的 那這個是會給我們有信心 我永遠都 在神的愛中 就一定成功了 你有沒有這麼想 一定成功了 有神的愛一定成功的 二采書五十四周十節 大山可以落開 小山可以遷移 但我的前外必不離開 我平均地若入不遷移 這次連續這些話說的 一座大山你要遷移 很難很難 我試過 我們曾經以前 在教會裡可以做playground 有一堆沙 從這裡到這裡 我們堆幾個男生 整個下午就做了一小堆 很重的 原來很難 很難的 整個山 怎樣捕 根本是不可能 但就算在山動到 神的愛也動不到 所以經常都說 神的愛不會走的 一起說 神的愛不走的 拔不走的 拔不走的 人的愛有條件的 你不要再頑皮了 你頑皮媽媽不疼你了 這是條件的 媽媽不應該用這個方法的 你頑皮我就不疼你了 愛是有條件的 你做個乖的小朋友 爸爸就疼你了 我以前的小朋友 今天測試不懂得做 爸爸媽媽一定不再生我了 不再愛我了 這就是有條件的愛 這樣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是 條件性的愛 人 最偉大的愛 這個世上 除了神的愛 就是父母的愛 是最大的 不過父母愛 周時一人的怨人 都是有條件性 不過其實已經是很大的了 通常子女對父母的愛 是小很多很多 但是神呢 長期愛那些不聽從祂的人 當然我不是叫你們不聽從 但是那些不聽從神的人 神依然愛祂 就看到神是 真是 真是 很折立任何人的 在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我們只是讀下面那裏 對耶路撒冷講的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象沒有雞把小雞聚集在脂肪底下 只是你不願意 就是神多次招聚意識的人 他不聽話 而我們基督徒 個個都試過不聽話 但是神一路會招聚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神 我們不聽話 你都依然愛我們 這個世上有沒有這樣的人 夫妻相處 一個不好的時候 第二個很容易就會不想要他 就會告訴你 那麼多問題 但是神呢 雖然我們不好 祂依然一路 時時祝福我們 我有空就想這些事情 神最愛我們 真是好得不得了 真是整個人 是很被愛很輕鬆的 我剛才有展示過這個圖 就是看到房子 看到身體就愛了 這個是條件性 還有有個目標 其實呢 其實是什麼呢 他沒有愛字 因為愛字是很多用途的 就是有些人說 譬如賣雪糕 你愛什麼 我愛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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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我愛你家屋 其實是不是我愛你家屋 就是我跟你遊遊 不是 是我要你家屋 不是我愛你家屋 我的家屋跟你收你 不是這樣 是我要你家屋 那個愛字是可以解釋的 很有趣的 一個解釋是給你 一個解釋是要你 兩個都是愛的 我愛你家屋 很多人其實 愛是有條件性的 但是神是無條件愛的 羅馬書五章八節 唯有基督在外還作罪人 那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 也無免免免免免 而且在窗外還作罪人 還不斷吸引我們 不斷帶領我們 不斷去提醒我們 人類有限制什麼意思呢 這個媽媽都要做乞丐 那她給了多少個子女呢 她給不到 她本身沒有這件事 很多父母她有她的限制 但是神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你想想 有些人說 我爸爸不是李嘉誠 很多人想要她給不到我 但是我們的爸爸給李嘉誠 更厲害 更厲害 萬倍 很多很多倍 她什麼都有 所以我們不用侍慕李嘉誠 因為我們有的平安喜樂 是很偉大的 神的愛是沒有限制的 人類不是書32章17節 主耶說 你曾用大能 生出來的綁秘 創造天地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沒有難成的 什麼都念的 所以你祈禱的時候 神給你感動 一定做到 譬如我認識彭孝蓮博士 她就是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她撞車 她的肺 離開了 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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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神救她 她就回來開基督教學校 開興學正基 興學正基協會 就是幫助人 即是幫助學校 基督教學校 怎樣有基督徒老師 怎樣用基督教科學 教學生 各任對基督教學的支持 我就是在彭阿聯 在香港開的那間 生理中學 教書教了一年 就帶了很多學生的學生 就是在我未離開讀書之前 就是神給我這個很好的經驗 即是看到 神不是開路 一定開到路 總之你肯走神的路 你將來會見到 無可限量的前路 我們這裏中間 每一個人肯走 你就會提升 你不肯走 你只有聽著 你就會提升不好 你就會看到 我們一直幫到人 但你走 你就會看到很多 人的愛 總是希望有回報 讓我們想想 因為 那句說話 養兒防老 是吧 人是養兒子 希望他養回他 但這個圖 就很搞笑 就是兒子 爸爸要搞盡所有的 爸爸又想得回報 兒子又想得回報 想得到一切想要 但神愛我們 不是因為他缺乏什麼 他不是 父母 當然人 我們應該養父母 這是應該的 神愛我們 不是因為他要我們養他 他不是需要些什麼 CV50篇第九節 我不從你家中取公牛 也不從你圈內取山羊 你一起讀 就二節 我若是飢餓 我不用告訴你 因為世界和其中 所充滿的都是我的 我不用你找你 如果我真的飢餓 因為神會飢餓 我不會在你家裡 拿一些公牛 我不是吃你的東西 神沒有缺乏到東西 但他愛我們 其實有些人說 神愛我 就是想我救別人 他救別人 神益了些什麼 他全部都是益人 他用你去益人 益人之後 他又將很多益處給我們 你捉了人 神就大大祝福你 所以 神不是他缺乏 而是他想去祝福更多人 人的愛 不能夠全面性提升人 就是說 人總有限制 他抱他婆娃娃樹就可以 想高一點就可以了 抱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 行不行 人有限制 但是神是無限 全面性的提升人 詩篇九有1篇14節一起讀 神說 因為他專心過我 我就要答救他 因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安置在高處 你想想你的生命 不是安置在高處 你不要以為自己不行 你不要說 我知識不夠不行 你不要這樣告訴自己 你要告訴自己 你可以的 很多人問我 他經常都說一些負面的東西給我聽 哎呀 誰又說我不好 哎呀 我又真的覺得自己不好 哎呀 我跟別人比較真的不行 每個人都是負面 然後我就幫他看 其實神想提升你 你做不到就重要 你今天改變些少 進步些少就可以了 不用想著你要做 做很多做不到 你些少改變已經可以了 神就是這樣的 神看到你改變 他就歡喜快樂了 人的愛缺乏耐性 夠時間了 沒有時間了 但是神的愛呢 是有無限量的耐性 一路帶著你 一路小朋友帶著你 一路一路提升 那依靠人或者自己會失望 是吧 但是親近和依靠神是最穩妥的 這個是最基本 為什麼親近神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我相信我跟從神是最好的 親近神是最好的 為什麼我會用長時間親近神 我知道我親近神 神一定跟我一起 祂就會祝福我整個生命 我生命就被提升 越來越提升高 越來越有好的教導 越能夠幫到人 生命越來越發揮 越看到人力歡喜 我的心又歡喜 即是當你一路提升的時候 你就開始不是看自己得到什麼 我看到人被改變 我就已經很歡喜快樂了 很多人有信仰分裂症 就是覺得 懷孫耶穌很大 又跟著世界 又要靠世界 就總是覺得神幫不了 覺得神是怎樣呢 又坦 又龍 又盲 又啞 但是 那些神是幫不了的 遲到 不記得 沒有記性 總是覺得這樣 如果我們信神 是信一個這樣的神 還是信一個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 我們經常看到神職 我們就信他真理做得到 所以我們當中有需要釋放的 你不要害怕 不用擔心的 我經常告訴大家 你信神會釋放你 一定會幫你的 你親近神一定會提升的 那你自然的生命就會一步步 被提升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信仰分裂症 不要說信一半不信一半 人有男女朋友就很興奮了 有神是不是應該更加興奮了 哇 我有個神這麼好 通常人有個好 就是他找到一個好的男朋友 女朋友 有時候就算找到一個不好 他都很興奮 他覺得有個人喜歡他 不是喜歡他 是需要他 想要他 想得到他 他就會很滿足 其實我們有神應該很滿足 所以我們每天都說 神哎呀真是好 有你真是好 全心全意 那你就能夠怎樣 很投入 釋放 有享受心態 全心感激和愛神 享受心态就是很重要的 很投入、很释放、自由、轻松 享受的心态不一路享受神 全身感激神,而是爱神 我一路讲几种的祈祷 不同的亲近神的祷告 怎样能够长时间祷告领受四年恩公 你想四年恩公是需要长时间的祷告 第一种就是享受神恩典的祷告 就是恩典的祷告 不过加上享受神恩典的祷告 是宣告神的恩典由上至下 我今次去宣教 那些小朋友都记得 什么是恩典的祷告 什么是敬拜赞美 恩典的祷告是哪里的 由上而下的 就是什么一起读 感谢你,只要爱我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我手在我身上 你赦免我,接纳我 你看重我,提升我 你恩我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且恩我喜乐而欢呼 你有奇妙计划要祝福我 就是全部正面的 那这个祈祷最需要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你低沉的事 或者是内心有负面 我发觉我也有的 有时怎样呢 哎,好难啊 哎,好难搞啊 哎,好难搞啊 怎么办呢 就是会有这样的意念出现 我立刻就留意到 我立刻就会处理 神一定帮我 一定搞定 一定有出路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日之中 总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有没有留意啊 最重要是留意到 你留意到才会改 有很多人不留意 他经常都是这个意念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意念 我们要留意到 我正在想的是什么呢 是负面的正面的 好了 这个恩典祈祷 和敬拜赞美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要分辨 我现在回到享受 我怎么讲享受呢 在这里先讲 享受的心态是什么呢 一起读一下 当思想到神的恩典 或经历到神 就非常感激我享受神 让神释放我医治我们的生命 上面和下面是分开的 首先享受 想到神的恩典 神那么爱我 神祝福我 或者经历到神的同在 即是经历到平安兴盛 能力 遥动 都感激神和在一起 享受了 这个就是一个锁匙 如何能够长时间祈祷呢 哈利路亚 你试试 你试试一下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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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 哈利路亚 有没有觉得平安舒服呢 然后你就享受了 哈 真是舒服 你自己告诉自己 真是舒服 真是轻松 真是平安 這就是一個鑰匙 你不要想著 又要祈禱三個字半個小時 不要這樣想 真的舒服 享受神不外 你享受你就能夠祈禱更長的時間 更長的時間神的同志更強 而且神會幫你處理生命 就是在宣告神的一面 一路相信的時候 一路相信神的愛 這個宣告不是一定要不斷宣告的 你可以這樣 一段時間想著神在愛我 一路停留 神在愛我 神在愛我 看著我 神陪著我 不一定要用言語 心裏有這個意念 神陪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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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意念可以停留一段時間 下一個意念 你有什麼意念就跟著 或者聖靈感動你有什麼意念就跟著 有沒有覺得 平安舒服 在這一集 能否享受 你回家就享受 但回家就沒有心機 有什麼動力 所以我所說的 所有福氣都是神給的 你越親近你整個心願 就被神祝福提升 以及能夠繁善 滿足你的需要 繁善幫助你的 好 讓神釋放來 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可以坐下 敬拜讚美的討告 這就是對神的回應 神啊我敬拜你 我欣賞你 我喜歡你 我全心愛你 我慷慕你 好像我這樣用了一些感情 我需要你 我緊貼著你 尚常依靠你 我需要你 我要宣揚你 就是對神的回應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嘗試說一些說話 看看大家知道是 是恩典還是敬拜讚美 多謝耶穌 是嗎 多謝耶穌是哪裏發出的 我們發出的 人的發出 他由下至上 即是人發出 還是上至下 神陪伴我 恩典 恩典 多謝神愛我 這個我是有點tricky的 多謝神愛我 多謝是甚麼 多謝就是敬拜讚美 神愛我呢 恩典 即是兩個混在一起 OK的 不緊緊的 即是你知道分別而已 好了 當你軟弱的時候 你可以用甚麼恩典的討告 當你軟弱的時候 你可以用甚麼恩典的討告 軟弱 你可以說是甚麼 大家嘗試說出來 由上至下的 神加力給我 神體重我 神幹我 這就是 當你軟弱的時候 神幫助我 這是由上至下的 這就是 甚麼 恩典 我享受神 是甚麼 是 水灘 即是人的向神 各方面 好了 第三種是甚麼 自己得醫治釋放的討告 在這個過程 我們真的釋放醫治 那你說我又沒有甚麼病 又沒有甚麼釋放醫治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 低那麼多的壓力 至少 或者不開心 或者一些 釋放不到的憂傷 或者是被人傷害 或者是 忠於任何負面的事 在討告的時候 怎樣一起讀 在討告時 讓神的我醫治我們的傷害 讓神改變我們 我們去連述 遙述 祝福人 還有 心情如全 輕鬆 讓神的平安 喜樂 充滿我醫治我們 上面 上面就是甚麼 等神醫我們 傷害 譬如人家傷害我們 不要緊 神醫治我們的 神 補給我的 人呢 傷害我們 我們去連述他 又遙述他 又祝福他 然後下面就是 心情輕鬆 怎樣輕鬆呢 看著我 啊 你明白嗎 鬆了 心鬆了 讓神的平安 喜樂 充滿我們 這是另一種 上面釋放了 一些憂傷 和人的問題 然後下面 就鬆了 讓神去給我 又平安 這就是醫治的 我們每天都可以有的 每天祈禱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 輕鬆的時間 而另一個呢 就是我領受到 靈與神的靈合一 的討告 一起讀 在討告時 想要靈魂與神合一 靈魂湧向神 讓神的靈與自己合一 《光龍德》前書六章十七節 但以主聯合的一件事 以主成為了靈 就在其他時間想到 啊 靈飛去神那裡 耶穌 耶穌又湧入我裏面 啊 即是好像 我現在和神一直 在一起 尤其當我們身在遙動的時候 可以想像 神來到我那裡 啊 你不用想著 一直說 我現在去神又回來 不用這樣說 就想著 啊 Aleluia 整個好像被神擺動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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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意念的方式 其實你可以用不同的意念的方式 好像跟神完全合一 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其實過基督徒都是跟主成為一靈 不過有很多種合一 有些是緊緊黏著的 有些是完全契合 完全合一的 那我們就進入一種完全合一的情況 然後呢 就有神心意的討告和代討 好了 一起讀 心中充滿神的心意 極度渴慕神的角度擴展 渴慕人得著神的恩典 渴慕進入神最完美的旨意 這個就是什麼呢 他心好像滿了神的心 啊 好想救他們 好想他們得救 好想國家改變 好想神的角度擴展 好想更多人的生命更新 好想我整個生命走上神的路 那種的心態和代討 神啊 讓你的心在人的心中 讓人都被你改變 讓我們整個群體被神改變 這個就是個心意完全和神的心意合一 好想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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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有神的心 好想得救 其實主東文就是這樣 馬太六章九節 我們在天上的父怨人 都諸你的名為聖 神啊 個個都諸你的名為聖 圓你的國光臨 神啊 你的國光臨 在這個地方多人信主和抗爛 我心裡 我整個心跟著你 圓你的子 至於行在地上 圓和行在天上 全部個個都跟從你走你的路 這就是神那種火熱 在我們裏面 你看這五種祈禱 這裏下面的路所說 就是說 長時間的時候 初期就站在那裡祈禱 感受神的同在 這兩個經文都說到 在神同在的人會跌倒 《雪狼短》九十三節 就是掃羅 看到耶穌就跌倒 然後呢 其實那個原文是跌倒的 不是跌倒的 是fell down 啟示錄一章十七節 就是跌倒向前跌的 就是講到 若寒見到耶穌 強烈就會跌倒 那不強烈 你就會覺得有遙動 有力量 是靜有覺得有力量的 有那種力量的搖 就是不是好像你站不穩 是一種力量 推你的 當你月頭有 就好像整個人會跌 那樣 如果你月頭有 就好像醉走 那樣 那這個就是神的力量 那這個呢 就會幫我們 幫我們長時間 一直享受神 但是呢 你不要變動 你不要享受 一直懶著懶著懶著 你一直想著耶穌 一直愛著耶穌 一直愛著耶穌 又想著耶穌愛我們 神是 神是 我試拿策案人 肺虎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 行為報應你們 各人 就是你親近神 神看到的 你裡面 你裡面 經常感激神 神看到的 你的心裡 神看到的 神看到的 你的心 喜歡神 神自然就會大大祝福你 祂也能夠祝福你 因為你的心 靠著 它進不了 其實它 炒開你的心 鬆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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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了 但你又不肯鬆 放手 不要那麼緊張 一路感動我們 它知道你的心 但它進不了 因為你 不太進不了 但你的心 鬆快點 神啊 你說了事 我的心 完全是你的心意 那你就被神去改變了 OK 我們分開這五種的祈禱 大家記得 第一種 就是 享受神恩典的祈禱 享受 一起說 享受神恩典 一邊想到神的恩典 一邊享受 第二種 就是敬拜 讚美的禱告 第三 自己得 醫治釋放的禱告 自己的心 鬆快 所有煩惱鬆快 傷害鬆快 第四 我們的靈 和神合一 靈在神裡面 神跟我合一 第五 就是 滿了神的心意 充滿了神的心意 我們現在一起起來 一起試一下做一下 在一個長時間 你會發覺 咦 你覺得悶 你就是因為想著時間 最好是設置鬧鐘 隔了一個鬧鐘 你有時不能夠站到那麼久 你隔了一個鬧鐘 幾個鐘 你停止 那時候你就不要想了 不要看鐘 不要想 你就是想著 哈利路亞 幾樣東西循環 為什麼呢 因為 恩典的祈禱 和敬拜的讚美 都是我們和神關係的 釋放的禱告 就是 醫治我們的人 讓我們的人鬆散 和神合一 就是這個 進入更高度的合一 和有神心意 這個就開始 掛心天國 關心別人 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自己 亦都是別人 我們現在試一下 去享受神的同在 啊 就是想著享受 你怎樣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試過 去一些地方是 浸浴啊 浸腳啊 或者有人和你按摩啊 就是 有些人服務你 那些 那你 在想著 糟了 今天要半個鐘頭 他和我 整骨啊 那你不會這樣想的 你說 好了 今天他來和我整一下 我會鬆一點 對吧 所以你現在祈禱 你想著 我現在來享受神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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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耶稣 在我前后感变了 看守在我身上 你永遠也被你服侍我 我感謝你 我享受你 你在我身上 看守在我身上 你永遠也被你服侍我 我感謝你 我享受你 神啊 我們享受你 耶穌 我們歡喜你 阿嘉福 我們喜歡和你一起 神啊 因為我們歡欣喜樂 麥言愛我們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神啊 我們因為你喜樂而歡呼 神啊 我願愛你 神啊 啊祂 神啊 現在鬆掉心 鬆掉這個衣子釋放的痛痛 阿 Да 呀 讓我心鬆完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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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心鬆完 耶稣让我们的心松开 神啊你在呗呗呗 让我们的心松开 我的心里会放弃 我将脱落在你孩子 在他报仇的怀众 我们的心平均安静 耶稣我们多谢 神啊我们可以很轻松 神啊我们可以很轻松 Hallelujah 我们可以很轻松 没有烦恼 没有冲击 我们可以完全的轻松 耶稣 我们可以完全的轻松 没有烦恼 Hallelujah 神啊我们的压力松散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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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佛 愿认出你的厉害 愿你的可可能 愿你的知已更在地上 愿你的知已更在地上 愿认可可在地上 愿你的知已更在地上 愿认可可可爱的地上 神啊 我愿意给你使用 神啊 我愿意给你使用 有我们的心意 是就是你的心意 愿你的心意行在我们的心意之中 愿你的知已更临 愿你的知已更在地上 愿意更在天上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我们享受你 多谢你 赞给你 多谢天父 赞给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你享受神 你不想着有些什么 现在要立即做 你计算时间 你要设计留宗 否则你就在那里 享受神 神啊 我就是享受祢 享受神 有些人讲到什么圣经根据 享受神就是宣布神的恩典 令到我们的心 欢喜我们的灵快乐 肉身也要安宜居住 整个人得意辞 整个人兴杀 圣经都讲到 将耶和尚放在我面前 一致我心就欢迎 我灵快乐 我要生日要安眠 去住 醒来就会兴杀 有神跟我们一起 我们就能够 欢喜了 在神里面 其实呢 你们要靠主喜乐 原文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英文就翻译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喜乐 在主里面喜乐 主里面 你就在那里 我在主里面喜乐 在主里面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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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享受神 接着是什么 第二个节目是什么 敬费站 第三呢 依慈释放 第四呢 依慈释放 第四呢 神与神的灵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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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神与神的灵合音 神与神 神要靠 你的灵一灵 我个心灵 我的心灵和你一齐 呜 神啊 你在我里面问一 你自由 在我里面问一 我完全是 走在你路上 和你的灵合音 然后火热的灵魂就是同神心意的灵魂 你长时在神同在 神就会改变你的生命 同神同在有些人说 不可以这么久 就是你很想走在神的心意 同神同在 他的心意就入了你的心 入了你的心,你的心就松了 你就能够进入神的同在 然后你就开始这个心清爽 你就开始有神的心意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会带来生命改变 带来圣灵恩高 神的同在跟你一起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感谢天父求职帮助我 这个礼拜你试下这样做 下个礼拜回来旁边 自己把你的波하는데 来跟你们一样 就一直在田园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